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代班主持人張志雄 大約一個禮拜前 在二月六號的深夜 這今天一陣 可以說是從臺灣頭到臺灣尾 都感受到這股很大的一個震動能量 當然各位可能感受到的是和我一樣 當我們打開氣象局的一個 震度的一個分析的時候 竟然是七 當然這樣的一個震度 是不是能夠承受得住 都是你我當時的感受 而現在這麼多天過去了 所有的搜救的進度 也到了一個段落 即將進入的是後續的拆除 以及重建 以及責任的一個追究 在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好幾位 很重要的來賓 陪我們一起來針對這個事件 來做一個回顧 以及未來的展望 首先第一位要介紹的是 我們營建署的代理署長 王榮鏡 王署長 主持人還有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第二位要介紹的是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教授許浩德 許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第三位要介紹的是臺北市老屋改建 發展協會理事長 胡偉良 胡理事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 大家晚安 好 胡理事長除了這個臺北市 老屋改建的這個協會理事長 他也是新北市老屋改建 發展協會理事長 然後另外胡理事長 也有土木基石的身份 所以我們待會 可能請胡理事長 幫我們用不同的角度 來解析一些的事情 好 最後要介紹 也是我們的學者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邱士兵 邱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的 在這個事件發展到今天 我們之前請導播幫我們來看看 在今天整個事件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統計的狀況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這個傷亡 目前應該就確定了 死亡是十七人 受傷兩百九十一人 累計收容的人數 目前是來到八百三十人的部分 但目前最新收容人數 已經降到五百一十六人 當然對他們來講 這個年要怎麼過 也需要社會共同來關心 我們大概進一步來討論 而這次的危險建物的部分 目前在花蓮這邊停用的是 救援百大樓 但需要拆除的部分 就大概這幾天的災情 比較嚴重的四棟 統帥大飯店 雲門翠堤大樓 國盛六街 白金雙星大樓 無居無宿大樓 另外在防災的應變的部分 也因為這次的災情 是相當的嚴重 所以引發各界開始進一步 針對地震來做加強的一個觀測 例如說東華大學 臺灣東部地震中心 就佈建了七十個觀測儀器 來建立一個地震的觀測網 而花蓮縣政府也提供 免費的建築體檢 有五十名專業技師來做協助 另外內政部的部分呢 也針對建築物的耐震安檢 以及重建作業來做專案協助 但署長在這邊 也要為我們來做一個說明 另外政府也針對這建築物 軟弱城的一個階段性的補強 或者是優先的階段性的補強 後續如何再進行全面性的重建 或者是補強作業 也來開始進行修法推動 最後究責的部分呢 花蓮地檢署的警察官 今天前往四棟傾倒大樓來採證 並且把雲門催堤 這個大樓列為調整調查的重點 另外無拘無束的違建的部分 因為上面違建這個三層 可以說是相當的高 這過去花蓮縣政府 已經三次的熱令停工 在一百零六年七月 已經移送地方法院 好 當然這樣的一個發展 到今天的話 更重要的是究責的部分 我想是不是先請這個署長 我們先來講一下好了 目前來講 我們是不是有針對這一個 後續的一個重建 今天我們也看到了 包括蔡總統也在這個委託 這個總統府發言人 黃崇業在下午的記者會表示 將要針對未來建築安全 來做一個處理 也並且針對災區的部分 如何重建來做 那今天包括部長 也親自內政部長 也親自舉行記者會 來說明這後續的處理 是目前我們內政部 已經有提出一個三管旗下方式 希望來幫助災民 來做一個處理 是嗎 是 是的 那對這次的花蓮地震的災害造成了相當多的民眾 建築物受損 那變成目前沒有辦法回到他們原來的建築物來使用 那未來針對這些受損的建築物受損的民眾 我想我們內政部會朝三個方向 也就是三管旗下來協助這些民眾來進行他們的這個重建 那首先第一個部分 因為目前他們的建築物受損之後 那尤其這四棟的這個民眾 那建築物已經倒塌 所以勢必將來他是必須要來拆除重建 但是在重建之前 那政府必須協助他們先來解決居住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內政部會提供他們租金補貼 那每一戶如果他在三個人以下 每一戶的人口在三人以下的話 我們會每個月補助六千塊 那如果人數比較多的話 那每增加一個人會再增加兩千塊 那最高每一戶可以補助到一點六萬元的這個租金 那這個租金的補助 我們會最常可以補助到兩年 那未來假設說他的這個重建的這個騎乘 沒有辦法在這時間完成的話 那我們這個補助措施 還會再來考慮 那我們會這個部分是有關租金補貼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建築物他未來重建的話 那我們內政部也組成了一個重建輔導團 那我們會由我們的行政人員 結合相關的專業團體 那會親自到災區 跟這些民眾來跟他們討論 那提供他們相關的程序的這個協助 還有讓他們曉得補導他們 未來能夠籌組這個重建的委員會 那來順利的來進行重建 那同時他們在重建過程當中 可能資金上面不一定充足 那我們內政部目前也正在研議 所以未來我們也考慮能夠對這些負擔能力 比較差的援助戶能夠來提供營建 融資的這個利息補貼 那希望能夠來減輕他們重建的這個負擔 第三個部分呢 我們也針對這一次的震災 那有一些建築民眾的房屋 受到損害 那我們在地震發生的第二天 就立即協調了土木機師工會 建築師工會 還有結構機師工會派了五位 五十位 專業人員到縣政府 那來協助民眾來進行他們建築物的緊急評估 那目前我們已經一共受理了一百七十件的 這個民眾的通報 那一共完成了一百四十八件 那其中只有九件是安全有疑慮的 那張貼了這個紅色的危險標誌 那六件張貼了這個黃色標誌 其他的一百三十三件 都是外觀輕微的破壞 沒有安全的疑慮 是 那所以從這樣的一個結果來看 那到其實這一次雖然有四棟建築物 受到嚴重的損壞 但是其他大多數的建築物 他的結構並沒有受損 所以我們也呼籲民眾不用過於擔心 是 那另外如果民眾對自己建築物的安全 如果還是有疑慮的話 那我們內政部也提供了這個協助 就是民眾可以直接來申請 我們相關的專業團體來進行 耐震能力的這個評估 那這個部分內政部也會給予 監費上的補助 每一棟 我們可以補助六千塊 到八千塊的這個評估費用 那未來假設需要重建的話 我們內政部也會補助重建計畫的 這個擬定的費用 那每一件可以補助五萬五千塊 那我想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系列 的這個補助的措施 能夠協助民眾 找路來完成這個重建的工作 是 我們應該感受到是中央 也已經做好了三關的準備 不過根據過去台能的經驗 上我們也知道 可能透過一些善款的協助 好像似乎會對於這重建的時候 有更大的幫助 而在昨天事實上 讓這個花蓮縣長傅崑奇在為各界 也關注說未來重建 可能需要多少經費的時候 他也希望各界能夠多多的來協助 讓他們未來重建 能夠更有幫助 我們來看看這次報導 上週花蓮強鎮造成統帥飯店和三棟大樓倒塌 近日將陸續拆除 對於各界的援助 昨天花蓮縣長傅崑奇帶領官員向國人道謝 並指出捐款已經超過五億九千萬 但距離重建所需的金額 還有一段距離 除了抱怨重建經費不足 花蓮縣政府打算興建永久屋座長期安置 有的災民希望原地重建 不過花蓮縣政府建設處使用管理科 科長林詩群先前對外表示 這次強震後 中央地調所會重新評估米輪斷層帶的安全性 假設災民想申請重建 縣府會依法審核 通過後才會發檢照 總統蔡英文八號時再度到花蓮勘災 並承諾如果無法原地重建 將會蓋社會住宅給災民一個家 只是要興建社會住宅 從找地再到籌措 龐大的重建經費都不是簡單的事 但是這恐怕也會讓花蓮的重建之路更加艱辛 好 在今天呢 最新的捐款的一個額度 大約是七點五億 不過距離這個縣長所希望 大約二十億還有一些距離 我們是先請理事長來跟我們說明講 就是說針對這一次 目前的一個改進進度 我們當然也感受到社會的一個溫情 也有大概七點五億了 但是我們也知道 根據過去的一些經驗 可能也不只是錢 還有包括後續的一個人的一個協調 或者是相關的一個行政措施的一個配套 理事長你怎麼樣看說 目前到這樣的一個進度來講 你認為這樣速度OK嗎 或者是有一些部分 可能是也可以來注意的 看起來這個政府的救災速度是很快的 我覺得這樣應該是可以符合 百姓的感受跟需求 所以那你覺得說 目前這個金額的部分 是不是大概是現在是七點五億了 當然未來會不會達到這個 這個副縣長 副分析縣長他所說的二十億 當然有一個距離 但是就您的一個感覺的話 就是這個金額上面 還是說有沒有一些 可能需要去配套措施的 以改建 這四個洞建築毀損的情況來看 以改建的 如果全部充施改建的話 我覺得二十億應該是不夠的 可能還需要更多的善款來建築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書長 在這部分的話 因為如果說地方 當然這限制到前幾天 在政治上面 大家都說好像有點 中央跟地方互相有一個攻防 那如果說地方一旦 就像剛剛理事長講說 這個經費上可能是不足的 那如果真的不夠 這營建署 或者是中央這部分 有沒有已經做了一個配套 可能可以來協助地方 做這次的改建 或者是整個重建的一個狀況 不然這次的花蓮的這個地震的這個災害 那刑訓院或者是總統 或者我們內政部都非常的重視 那院長 行政院院長也已經指定了 國發會的陳主委 那組成一個專案小組 那因為這個救災是跨部會 一起來合作的 那這個專案小組 刑建組成這個專案小組 他會集合各部會的力量跟各部會的經費 那全力來協助花蓮來進行這個重建 那因為花蓮這次受損要重建的部分 可能不只有建築物 是 可能還有其他道路的部分 或橋樑的部分 或其他的共共設施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行政院既然已經組成專案小組 就會有這個專案小組 透過各部會 大家一起協力 集中所有的資源 那共同來協助花蓮 省政府來進行這個重建的工作 是 上署長所講的 在今天早上的內政部的記者會裡面 在這個部長 也有一些相關的一個說法 第一個我們再來repeat一下 就是來回顧一下 今天早上有講到關於 這災民租金補貼的部分 因為可能他們要重新回到 他們未來新的家園 還有點時間 所以租金這些災民的租金補貼 他每一戶最高租金 可以補助一萬六千元 當然在簽這個租金 租金的過程當中可能公證費也是需要一筆收入 這可能就已經沒有錢 要怎麼去簽這契約 所以公證費的三千元 也列入一個補助 那另外這愛心房東的部分 做愛心實在值得鼓勵 所以這個租金的收入的所得稅 以及房屋稅或地下稅 這部分都會有來一個適度的一個見面 但這幅度是還在溝通當中 愛心房東的部分 如果就是說他租給這些受災戶的話 那我們就認定他是屬於愛心房東 是 愛心房東他在這個 所謂租金的收入 每一個月在一萬塊錢以下的 未來所得稅是可以減免的 是可以扣除的 那超過一萬元的部分 那我們還可以允許他來寬列必要的費用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租的一個月是一萬五 那繳一萬塊可以扣抵守得稅之外 另外那五千塊的部分 還可以扣列百分之六十 是屬於必要設施 所以他剩下的部分 才需要來申報守得稅 所以這個部分 對於這個房東 其實是減免的相當的優惠 所以我們也在這邊呼應 那有這個房屋可以出資的 在花蓮房屋可以出資的這些民眾 能夠儘快的來提供給這些受災的民眾 能夠讓他們來承租 對 大家一起來做愛心 對 那我們為了能夠來協助 我們也 內政部也協調了 各相關的這個這個業者 那組成了一個服務平臺 可以透過這個服務平臺來做這個美合的工作 是 那這講的是一個租房子的部分 那如果是他需要重建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負擔能力比較差的援助 那這部分呢 政府相關機構也已經進行了 這個營建融資利息的補貼 甚至可能後面也有所謂 這個信保基金的一個相當的一個貸款 的一個協助 讓大家資金不會有問題 但是大家可能更關注的是 那這個斷層 在附近這房子 到底可不可以重建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在記者會上 我們的一個說法 在這個東央中央地調所 地質調查所完成斷層線調查 以及圖說會制之後 內建部將評估米輪斷層帶兩側 是否能夠新建房屋 而且為了確保這新建屋耐震性能 這米輪斷層十二公里以內 將會把這個 他的耐震的一個能量 他的耐震的一個設計 要再強化的系數 以強化他的一個耐震能力 所以這個我們來問一下這個徐老師 今天因為下午的時候 上地調所已經有第一個初步的出來 是他的認知上是覺得說 這是在地上的這一個 而陸地上的這個米輪斷層 他是一個被動的一個狀況 所以當然他是不是在這個鎮壓 是不是剛好是跟米輪斷層 他是有連結 目前不知道 可是就目前來講 您怎麼看說 還沒有辦法確定的狀況之下 好 那以及未來在這一個地方 是不是能夠重建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也很關注 像那一天這個統帥大飯店 很多花蓮人說 這個是我們從小 大大的回憶 很多人想到我從結婚在這邊 我帶著小孩在這邊長大 所以可能米輪大飯 統帥大飯店他說 他想在原地重建 可能對當地來講 是一個精神性的指標 老師你怎麼來看 斷層這邊重建 是好還是不好 所以我想這次的地震 相對來講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一個事件 那麼我們也知道今天早一點的時候 其實中央地質調查所也有認為說 這個這次的地震 也許米輪斷層的這個錯動 是一個算是我們在科學上面說 是一個引發誘發式的一個錯動 但是我們其實換個角度來想 那我們這次看到破壞的 這麼多的一些建築物 他其實或多或少 他跟米輪斷層的這個位置 其實也都是有相關的 那麼怎麼說呢 今天他這個地震發生的地方 的確是在相當靠北邊的地方 那麼但是他一路這樣子破壞 破過來 那我們看到發生最主要的 這些錯動和發生 甚至最近地震學的一些研究 也告訴我們 他發生能量最主要發出來能量最多的地方 其實還是靠南邊米輪斷層的這附近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怎麼講 不管這個米輪斷層 他是最主要的造成地震的斷層也好 或者是說他這一次的地震 其實只是一個誘發的錯動 但是地表的這個破裂 和對建築物的這些損傷 肯定都是存在的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需要 好好的把它考慮進去 是 那地調所事實上 我們知道針對米輪斷層 有非常詳細的一些研究 長期以來 那麼他們也有已經做好了 這個米輪斷層兩側的一些 很精細的條帶的地質圖 所以像其實後續都應該要利用這些 他們已經做好了這些資料 然後來評估一下說 在這個未來米輪斷層 他的這個可能會發生這些錯動變形的 這個區域的寬度 還有一些他可能會發生的變形的特性 那來做這個後續的一些考量 所以只要把這個係數加大 事實上安全是ok的嗎 對 事實上怎麼講 就是應該說 長期以來我們地震 因為畢竟我們觀測的時間比較短 那所以常常很多人說哎呀 怎麼我們也沒有預想到會發生這麼大的地震 也沒有預想到說地震會發生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花蓮這個地震 大家現在應該也都知道 這個一九五一年 民國四十年的時候 在這個地方其實就已經發生過還蠻大 甚至比這次還要大的地震 那他同時也造成很大的破壞 所以事實上這個的這個地方 說不定是我們最瞭解的 就是說我們最可以預期的到的 是 那麼但是相對來講 因為真的觀測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說 我們過去觀察到 觀測到了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就馬上可以把它套用 所以其實在這個防災的觀點上來看 我們當然是必須要說 我們把所有的可能性都要把它考慮進來 然後呢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安全系數 把它放大的話 那其實我相信會 會比較有幫助 是 像我們來看一下 像是不是想要原地重建 事實上當地的民眾 當地的業者 有一些他們的看法 我們來看看 像是統帥飯店的營業部副總 鍾瑞翔先生 他之前受訪的時候就講過 希望飯店原址重建 不過當然這需要董事會開會後來做決議 那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的主任 張文彥先生也表示說 統帥以目前現行的建築技術來重建 沒有問題 不過當然他的規模 或他容積率就要縮小了 因為當然這就牽扯到安全系數的 一部分的一個考量 那另外在雲門翠堤 國盛六街 白金雙星大樓 還有無拘無束大樓的住戶們 他們當然都希望原址重建 在自己的家園重新站起來 那花蓮縣政府建設處 使用管理科長林詩群 則表示說 活動斷層 在地質敏感區內的土地 並不是完全禁建 如果在災戶想要重新申請來做一個重建的話 將會依法審核 通過之後才會發給建造 當然這代表說會嚴格來做一個處理 為了安全嘛 那至於我們現在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哲成認為說 回歸建築專業以及法規 到底適不適合限制重建呢 要看地質狀況而定 我要問一下李市長 你有雙重身份的重建 又是土木技師 又站在重建 因為你可能更瞭解說 一般住戶的想法 你覺得原址重建 原地重建 這些可行性 或者是未來怎麼樣來引領 比較好 我覺得我比較認同這個工程會吳理 吳主任委員的說法 其實建在這個斷層帶 他必然會面對這個風險的機率是很大 我們知道地震所造成的災害 比較主要的是來自兩方面 一個是地震在動的時候 所引發建築物會受到額外的一個核種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這個土壤 可能會產生下陷 或者是弱化產生傾斜 那建築物其實以現在科技 應付這兩方面的問題 其實都不太難 問題從經濟效益的觀點來看 如果他會在這斷層的直接上面 經常產生這樣這麼大的一個震動的話 那麼縱然你這個結構可能還能夠保全 但是基本上他的結構 他的結構的進度行為都會產生變化 比方來講 這個建築物可能會去傾斜 那雖然現在的技術要做的 讓這個建築物在地震強震的情況之下 人民都能夠保全 其實是做得到的 只不過是我覺得在從經濟效益的觀點來看 是不是符合效益 可能是值得思考的 尤其大家會攻擊說都已經發生過地震 你為什麼這麼不怕死 還是把 還是把你的建築物重新在 再蓋在這個斷層的地帶上 那你基本上是不是抱著跟這個 跟這個天來爭地 或者是跟天地來做抗爭的 這樣的一個行為 我們都知道順應這個天室 順應這個所有的地質的狀況是最好的 去跟天去跟做對抗 其實非常不治的一個行為 理事長我想問你 因為現在為了要強化的安全係數 勢必有兩種可能 第一個可能容積率會減少 第二個我的建築成本會增加 好 那我現在回頭來講 因為現在這災民可能受到這樣的損傷 那財務損失已經是發生了 又要他在這樣高成本狀況下 去在這個地方來重建 我不知道理事長 根據你過去的經驗 其實要怎麼做會比較好 這個容積率縮小並不是因為這個地震的關係 容積率縮小通常是因為早期的建築 因為早期的法規 他讓你可以蓋的 那個時候並沒有容積的管制 所以他完全是憑著你這個所面臨的道路 來決定他的高度 由高度來決定他的量體 其實根據新的法規 他已經不可能蓋出這樣的量體 所以他的這個容積率變小 其實是因為受到法規的限制 對 那技術上來看 你要把這個蓋得非常的非常的堅固 其實這也不是方法 現在其實都是蓋的 把它蓋成一個韌性結構 是 就地震來的時候 他可能縱然是傾倒 他也不會造成像現在崩壞的現象 所以基本上還是回到剛剛的論點 他可能是非常不經濟的 是 所以這個成本上面可能包括中央或地方 或包括這個災民本身 可能要在相關的這個精算之後的一個結果 可能彼此再去做一個討論 甚至更重要的是可能善款的一個協助 可能或許是協助他們 但是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邱老師 您這邊是這個國家 這個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這是很多民眾也會思考一個問題 這一次算是斷層帶經過這四兩 當然初步來講 我們還不知道是不是跟斷層帶有一個關係 但是在這斷層帶沿路上 這是最嚴重的就是四棟大樓 可是平 他的旁邊 有一些是可能比他們這四棟大樓比較小 比較矮 比較老 比較舊 但是他並沒有太大嚴重的災情 也讓人家就會好奇 是說這一次的發生是只是因為他是老舊嗎 或者是因為他有違建嗎 或者是他根本過去設計上面 或者施工上面是有問題 不知道邱老師你怎麼樣看 有沒有違建 還是要看後續那個檢調的調查 然後我們這邊不方便說明 當然 只是說他的耐證法規 的確是比較舊的耐證法規 就成如剛剛理事長講的 新的法規 他強調的是韌性 所以以前 以前強調強度 超過了這個設計的強度之後 就沒有再說了 那現在的話會要求說 超過了這個設計的強度 那我想要他有非常好的韌性 所以在配金上 在細節上都非常的講究 那這也是為什麼新建的建物 他的耐證性一定比老舊建物好的原因 強度上也許是差不多 但是就韌性上而言 新建建物是非常好的 那剛剛提到說 其他的建物為什麼沒有這個損壞 我想在這麼大的震度下 輕微的損壞 應該是蠻多房子有 剛剛署長也有提到 就是在那個檢查的結果是有這個情況 但是重大的損失 看起來就這四棟就是這麼強大 那這個有可能是在 一般我們講在靠近斷層的時候 會有近斷層效應 他的脈衝波是一個比較長週期的波 那針對的結構物可能就會比較高 那像這十幾樓大概他的週期 大概一秒多 是 對 那就他這種共振的情況而言 那可能就是剛好針對這一批 我們是不是百花點讓觀眾知道 這個部分 您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有一個共振頻率 是 對 那這共振頻率可能跟這個防治 他的一個高度 對 他的樓層高度 他相對就有一個共振頻率 這可能我們跟觀眾朋友可以解釋一下 像例如說你可以拿一個橡皮筋 你把它拉緊之後大概這樣長度 跟你把他拉更緊的長度 他可能他的就像他的波長的問題 你聽起來的頻率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樣他在這個共振頻率狀況上 如果他的共振頻率 這個建築的共振頻率 剛好跟我們這次地震波的共振頻率是相同的 那麼他就會產生一個共振效果 所以這次地震波的能量就會到這個建築物上 是不是老師這個意思 是 所以就是特定這種高度或是這種共振頻率的結構 他他的損傷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次有可能是這種狀況 有可能 但是這一點 是 理事長 這點我來補充一下好不好 其實他們這這一次的這個地震的頻率 跟這四棟建築物的振動頻率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十幾層樓他的振動頻率通常是十幾秒 所以可能產生共振機率可能不太大 但是我覺得主要他是所以這四棟結構會分裂 主要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是 一個就是所謂的結構不對稱 或者甚至V型 對 在結構不對稱的時候 常常會在結構的那個尖銳的不對稱那一點 形成一個肉弱點 也就他受力會特別集中 特別大 這是一點 對 第二點就主要這四棟結構都有所謂的這個 我們講的軟腳蝦的現象 所以軟腳蝦就是上面呢 上面非常的重 因為上面都是屬於住家 是 住家 他基本上有外牆跟隔肩 是 經成一個非常密實的整體結構 所以他是非常強固的 所以我們看這四棟倒下來了 上部都很完美 那損壞都損壞在下部 是 那下部是怎麼樣 下部基本上我們來看 是有棋樓 有挑高 然後再把壁體拿掉 這就變成下面呢 最底層變成一個很軟弱的一個軟弱層 所以地震來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一個能量的消散 那能量一定是在最弱的地方找到出口 剛好最下面的四層是最弱的地方 所以當然就從這四層來奔落 那為什麼會發生在這個比較量體 比較大的結構 我們可以這樣講 因為主要量體大 所以他產生的重量比較大 那重量大 所以引發的這個地震力也特別的大 對 所以當地震力特別大的時候呢 再加上你有一些軟弱層的存在 或者一些特殊的這種弱點存在的話 剛好撐不住這個受力 力量整個集中在那裡 他就會垮掉 所以我們看到有些畫面上 他是直接一搖 因為他這時候 他的軟弱層的受力 就已經撐不住了 所以就直接就 砰 就掉下來了 對 而且我們在 我在這邊補充一點 因為這些建築物呢 大概都是在一二十年 甚至有四十年的房子 其實這個我們可以講 九二一地震以前 所有的建築物我們可以講 他的材料 還有這個規範 還有施工品質都是比較差 比方來講 在九二一地震之後 對這個施工的枯金 都做很嚴密的規範 但是在這之前 其實這方面都沒有 沒有沒有做很好的規定 所以也就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加上那個時候早期的混凝土 通常都會在施工的時候 都會加水 那加水就造成這個柱子 柱子其實整個建築 垮掉的最關鍵的地方 那柱子加水之後 再加上枯金 再非常鬆垮 在這種情況 只要柱子就會崩裂 一崩裂的話 這建築物就一定絕對是 一定是崩潰 傾倒了 所以我們可以感受到 事實上剛剛理事長 還有包括邱老師的一個說法 我們可以感受到 事實上建築法規的一個 過去跟現在上有些不同 當然會影響它的安全程度 而且我們也感受到 事實上從上次的 台南還有花蓮大地震之後 我們政府已經針對相關修法 來做一個加速 我們來看一下 例如說建築法修正條文 第三十四條 過去關於這個現場勘驗的部分 特別增列了 這一定規模以上的建築物 要由建築師或者是工專業 工業的計時 來做一個簽證 要來確保他的結構 他的設備 他的防火避難設施 等等項目 是有辦法達到一定的水準 而且另外要有一個 這個由中央主管機關 他認可的機關 法人或學校跟團體 再來做另外一波的審查 另外五十六條的部分 建築應該經過主管建築機關 指定由中央主管機關 認可的機關法人學校團體 來辦理勘驗合格後 方德繼續施工 第七十條駿工查驗 這個駿工的查驗呢 也增列一定規模以上 要由專業機構查驗 完聚之後發給使用執照 署長 我們是不是講 好像只有除了五十六條 目前是送院 送行政院還在審查 還沒有到 不是我說說從行政院送到立法院去做審查 還沒有通過 然後三十四跟七十應該是過了 對不對 這部分 我們目前還在 三個都還沒有 對 都還在送立法院 就對了 那這部分有沒有一個特別的一個精神 在哪裡 這個部分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在建管單位 他要負責的建管業務相當的龐大 不只有建造執照的審查 施工的勘念 使用執照的荷花 他還要處理室內裝修的管理 公共安全檢查的申報 還有違建的處理 但是各縣市政府目前的既有的人力 其實是相當有限 是 那他要同時去做這麼多的事情 那就變成說他能力上沒有辦法附和 對 那尤其在施工這次的 跟耐震建築的抗震 比較有關係的 是在他的施工 観戀這個部分 是 因為混凝土跟鋼筋 是會影響建築物的結構安全 最主要的關鍵因素 那在現行的法令裡面規定就是說 在施工的過程當中 他每一個樓板在混凝土交織前 他是要申報勘念 但是地方政府因為人力的限制 他沒有辦法組成 都到現場去看 變成就是由在現場的專業人員 他直接來判斷而已 那未來大家希望說 為了能夠在九二一地震之後 或者這次幾次地震的經驗 大家認為說 對於混凝土的秉職 跟鋼筋的綁扎方式 是應該要有專業的人員 來現場來做勘驗 那以確保他將來的耐震能力能夠獲得 跟原來設計的那個強度能夠達到 那可是又基於這個地方的建管能力的有限 那怎麼樣來平衡這樣的問題 就提出來比較國外的作法 就所謂的第三方的這個專業團體來協助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透過這個修法 那這個法律修正通過之後 就可以來補這個缺口 人力不足的這個缺口 是 我想大概這個部分 在這次事件之後 可能這個立法院各黨團 可能就會試著 應該把這個部分 列為一個優先的部分 因為可能關係到建築的法規 我想沒有一個這個買房子的人 有人會希望說歐北這個儲好人 求人偷工減料 或者是他沒有依照施工方式來做 那對於安全是很大的影響 不過在這一次的 這一個相關的倒塌狀況之下 到底倒塌最大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老舊嗎 是因為遞沉嗎 或者是有違建的 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 檢方今天來做調查 我們來看看今天最新的狀況 得知雨門催堤大樓週一 就要展開拆除作業 在這裡住了十多年的住戶 邱先生趕來現場看看大樓最後一眼 雖然家就要拆掉了 但他說這場地震 反而讓同一棟大樓的住戶 關係更緊密 147個現在都是我們的家的 對 原本是我們的家的 都是落難的 為了降低拆除作業的衝擊 一輛輛砂石車開上土坡 將整車集配倒下 再由挖土機分批整理 原本催堤大樓前已經用小坡塊和集配堆成一座超過15公尺高的小山 這就是大樓拆除過程中重機具的作業平台 也是拆除中避免掉落物的緩衝區 不過原本預計12號一早 長壁大崗崖就能進駐開始拆除 但目前拆除人員發現 原本催堤內還有瓦斯桶 如果不全部撤出 擔心拆除過程會發生意外 不過花蓮縣政府認為瓦斯桶可以邊拆邊搬走 希望能儘快展開作業 不過截至週一傍晚 實質的拆除工作尚未進行 縣府表示花蓮地檢署多名檢察官 還在現場進行詳細取樣 為後續的刑事搜證做準備 以離行雲門催堤大樓倒塌的主因 因此要等檢察官作業完畢才會進行拆除 記者花蓮綜合報導 好 我們已經看到就是說 這個檢方要來做了解 要來做一個調查 但是在這個最後結論沒有出來之前 我們可能也沒有辦法去忘加猜測 不過就這次案子裡面 我們倒是想要知道的是說 這可能也關係到政府未來對於這個老舊房子 可能我們家加速都跟這樣的說法 還有包括我們剛剛署長也有提到 就是針對安全的部分來做一個加強 我們待會再講的部分 但是我想要先問一下邱老師 就你們針對這個地震的一個評估來講 是不是說可能真的老房子耐震力就真的比較弱呢 你怎麼來看這樣的一個議題 老房子其實不一定會比較弱 只是他為了確定他有沒有符合那個耐震的要求 所以還是需要經過耐震評估 那如果耐震評估 發現他的耐震能力不足的話 那當然要做耐震補強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很多老屋 他三四十年或是甚至更久的時間 但是基本上他的耐震性 還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這個也許不能一概而論 那如果說是這樣 理事長我想請教你 如果說是老房子跟新房子在一起 比較 是真的新房子就比較好嗎 應該是這樣 沒錯 那我想我補充一點 是 在我們民國六三年以前 其實我們的這個法規 是沒有規定要設計地震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講民國六三年以前 也就是說現在大概四十年以上的房子 是 他基本上他是沒有辦法來對抗地震力的 這是第一點 對 因為他本來設計他的梁柱接頭 就沒有考慮到地震所產生的水平力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第二點就是早期的房子 基本上都是四五層樓 大概是就是算是比較普遍的一種高度 公寓 那這種公寓 其實他都使用獨立基角 是 我們知道獨立基角就是說 每一個柱下去就一個小小的基角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其實基角的承載力是非常有限的 是 所以當地震的時候發生 使得某些極部柱子受到比較大的硬力的時候 他的這個基角跟柱子可能都承受不了 所以基本上 而且那個時候又沒有經過那一陣設計 而且最重要的是臺灣的早期 我們現在去看 以大臺北地區來看 那個四五十年的房子 你如果從空中聽了看的話 你會發現大概有九十Percent到九十五Percent 都加蓋了屋頂加蓋 那對四五層樓來講 增加了一層 屋頂加蓋 有的加蓋一層 有的甚至加蓋到兩層 我算過 如果把屋頂加蓋 加蓋一層來計算的話 那麼柱子跟基角所承受力量 大概比原來多了三十Percent到四十Percent 因為屋頂加蓋 它的高度又比較高 除了它的自重效應之外 再加上它的高度效應 它產生的結果 會讓原來的柱子承受比原來大 三十到四十Percent的硬力 醫師長 那接著我要問 因為我剛剛講的嘛 新跟舊比起來當然是新比較好 那如果我舊的來補強 有沒有可能跟新的一樣好 基本上我剛剛講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說不可能 基本上從三點來看 第一點就是說 他原來梁柱接頭 並沒有 並不是屬於這種抗震結構 就是說他對水平利益 他並沒有做這樣的一個 梁柱的接頭 並沒有做這樣的安排 這是第一點 是 第二點 實際上我們剛剛講過 他主要他的基礎設計 他的基礎 尤其以大臺北地域來講 基礎是非常軟弱的 所以基本上他受的力量 並 並常常是會超過 他所能承載的 那你說去補強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講到兩點 第一點梁柱接頭 你是很難做補強 第二個呢 你把柱子補強 所謂柱子補強 通常就是把柱子加大 加大的話 就是每邊增加二十公分 那我們試想 一個柱子變成四十公分大 那你的那個 我們講中地層樓的這種四五層樓 以上的建築 他本來他的梁柱 也就是柱跡本來就不在不太大 你把加上四十公分之後 他室內的空間就大幅縮短 民眾會願意嗎 大概沒有人會願意的 而且我們剛剛講過 你只能修補 只能修補柱 對 不柱只能講保密用的 也就是說柱子呢 因為加大之後 不會在地震的時候產生貪陷 就不會斷掉而已 所以他只能保密 但是他是不是安全呢 基本上是不安全的 其實基本上 你要去改良他的基礎 是很困難 因為在地下結構 你要再把他挖除掉 他的工程是非常浩大 是 但是至少 比這個整個重建 還要再來更貴 但至少在重要的時候 是可以保密的 他可以保密 好 那當然就這個角度 我們就知道 因為目前這個都更議題 可以說是吵了相當久 但要都更有很多的因素 要能夠達成 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也看到太多的都更 延宕了相當多年 所以在都更進行之前 要怎麼樣先保密 可能就是要先做一個補強 我們先來看看 今天內政部長 葉俊榮他的說法 花蓮強震過後 民眾再度關注 老屋耐震補強問題 內政部今天宣布 將對全臺九二一地震 之前新建 九樓以上的建築物 進行耐震快篩 及階段性補強 首先由縣市政府 调月建造圖進行快篩 並針對具有軟弱層 或結構型態具有潛在高危險性的建築物 主動通知進行耐震評估 為一規定辦理 將儲六到三十萬罰還 可以連續處罰 民眾如果對住宅耐震有疑慮 也可以申請老屋建檢 內政部今年投入二點一億預算 民眾申請耐震率初步評估 每件補助六到三十萬罰還 奈政力詳細評估每件最高補助四十萬 重建計畫擬定每件可補助五萬五千元 預估能協助一萬戶 另外部長葉俊榮強調將續推建築法修法 增訂第三方建造制度由政府或建築工會審查 具一定規模的建築物以確保新建 房屋的安全性 我們透過我們透過建築法的修改 都更條例的推動 所以我們未來把下個會期都更條例 建築法這都是我們的優先法案 內政部過去的安家雇員計畫 補助一九九九年底前民宅耐震率 評估但沒有強制力 民間執行力不高 對此國家地震研究中心建議 早期建物抗爭力不足 直接增加建物補強會更實際 像是臺南地震後 國政中心協助全臺老舊校舍補強 效果良好 提升臺灣防災意識需公全力介入 簡化立法增加補強誘因 才能提高防災效能 好 我們看到中央已經針對的 迫去的補強拿出相關的牛肉 我們再把這相關政策 來做進一步的瞭解 首先將會針對國內的微老建築物 也就是所謂的危險 以及老舊建築物 有一個五百件的重建計畫 目前目標就是五百件 編列了二點一億補助民眾 來辦理結構安全的性能評估 以及重建計畫 並且優先要補助花蓮縣 目前的一個中災區的部分 而民眾申請結構安全的 評估的補助呢 初步評估每件是六千到八百 六千到八千元 詳細的評估 詳評的部分是最高補助四十萬元 後續重建每件是補助五萬五千元 而在特定建築物的部分 尤其是公共安全的部分呢 將會強制納入這個耐震能力的評估範圍 尤其是八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號 以前領得建造的私有公眾使用的建築物 像是旅館啦 醫院 百貨公司 還有商場 量販店 運動休閒場所 電影院 學校 社府機構等等 只要他的樓梯板面積達到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要強制進行耐震評估 署長 是 這個步驟是不是就是希望在還沒有辦法度更之前 沒有能力去更新之前 先把民眾維護大家生命安全 是的 未來對這個建築物 我們可以把它蓋分成兩大的一個是公有建築物 就是政府機關 第二個部分就私人的建築物 那政府機關的部分 那這幾年政府已經完成了 全部的這個耐震的貨品跟商品 一共完成了兩萬七千多棟 那未來 要加強推動的就是對於私有建築物的這個部分 對 那私有建築物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分成 只要先推動的是優先推動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剛剛主持人所提到的 就是一定規模以上 公眾使用的建築物 是 單一產權的 尤其是屬於單一產權的部分 是 像百貨公司 醫院 旅館 運動休閒場所 電影院 學校跟社會福利機構 那這個部分 我們目前開始在今年的二月份 就會公佈相關的這個辦法 是 那就要求這一些建築物必須要來強制進行 那你這個評估 是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大家剛剛提到 尤其我們剛剛那個福利市長所提到的 那有一部分的這些建築物 他雖然不是單一所有權的 但是他可能是一個混合性的使用 或者是規模比較大的 而且是針對他有軟弱層 或者是結構不對稱的這些建築物 那這些建築物將來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他可能會遭受到比較嚴重的破壞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希望透過快篩的制度 有建管單位直接調閱 他原來申請建造之道的塗收 然後再進行快篩 把他可能會有 具有這種軟弱層 或者不規則 結構不規則 對稱的 不對稱的這些建築物把它篩選出來 是 然後由政府主動 縣市政府主動來通知建築物的 所有權力跟使用人來進行耐震的出品跟 想評 是 如果他沒有依規定來進行這個耐震的評估 那就可不可以強制的來處罰 就有處罰的這個規定 是 那這部分我們目前都已經開始 會來進行這個 實施 所以最短時間會提出相當的方法來做一個實施 我們今這個月的 就這個月已經是二月了 二月底我們就會把這個相關的辦法 會來進行公佈 是 那未來剛剛提到的 就他要去進行重建或者補強 他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是 那在完成補強或者重建之前 那有可能隨時地震可能會發生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說 他什麼時候發生 是 那為了避免萬一地震發生的話 造成這個建築物的瞬間倒塌 所以我們才會推動所謂的階段性的補強 就是把他的軟弱層先去做加強 是 那避免地震發生的時候 造成瞬間的這個倒塌 那這是我們目前呢 又逐步已經要開始來推動的相關的政策 那希望透過這些政策 能夠讓我們的民眾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不會有這個再遭受這個地震危害的 這樣的狀況的話 內政部的牛肉 事實上還不只這個 我們再來看一樣東西 剛才我們已經看到說 這耐政評估的部分 有相關的一個補助之外 到後面的規劃設計的部分 包括危老重建 都更重建 或整建維護 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都有相當的一個補助 像是危老重建的話 重建計畫補助每件是五萬五千元 而且這容積獎率三十趴 也就是每三年內來增加十趴 而在都更的重建部分 補助事業計畫費最高五百萬元 補助權力變化計畫最高三百萬元 整建維護的話呢 每岸最高是五十萬 至少每岸是五十萬元 工程費用每平方公尺最高八百元上線 為施工費用的百分之四十五 施工提高建物的耐震能力 每平方公尺補助四千元 最高是他工程費用的百分之五十五 而到後續施工階段 還有完工使用呢 都還有包括相關稅方面 稅的這個減少 以及在這個資金有關 這信用保證的協助 政府 理事長 真的這樣有夠嗎 我覺得政府可以做資源不是無限 我覺得政府這樣做已經很好 但是我只有對這個剛剛講的 這個勞務改建 這邊有點小小的意見 是 因為政府現在雖然給了勞務改建條例 給了一些 為老給了一些補助 但是還綁上了一些條件 也就是說要利建築 要取得危險標障 諸如此類 那民眾為了要爭取那些獎勵 一定勢必要投入一些相當的成本 還要 可能也會這個時間會拖久 那這樣的結果 就是其實就違背了政府 原來訂為老條例 希望快速通關的這樣一個目標 是不是署長來回應一下這個 邱理事長 理事長他的一個說法 你覺得呢 他的建議 好 不然我們為老條例 他的那個容積的獎勵 那最高是可以到百分之四十 那原則上是百分之三十 但是如果要鼓勵大家 趕快來做來重建 所以我們如果在三年內提出來的話 再加百分之四 所以最高是達到百分之四十 那剛剛理事長所提到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如果他符合 危老條例 他去做耐症的出品出來 如果他的結構 已經達到最低級以下 我們已經基本上就給他百分之十到二十了 那如果他有再去做其他的退縮 比如說你在建築重建的時候 你願意退縮 那流出人型通道 來跟民眾來通行使用 我們會再給他獎勵 所以光是這個獎勵 其實他已經百分之三十 裡面他已經拿到百分之二十了 那剩下的部分呢 他我們希望他是一個改建之後的建築物 如果他願意來做友善的建築的話 還可以再給他獎勵 那這個部分是額外再一直加上去 但是不一定說你危老 通通要做這些項目 並不是的 不過我想胡理事長 會這樣講 可能是希望說增加獎勵的 激勵的一個因素在裡面 對不過我想可能就政府 當然有這個施政 全國性危難的部分 實際上當然就是可能看署長 後面再把這個理事長這邊的看法 我們再做一個討論 當然在這一次地震 可能很多觀眾朋友 有在這個地震前幾天 就有聽過網路的傳聞 說在七號的凌晨會有大地震 那當然這樣類似傳聞一直都有 可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地震的預測真的不容易 不相信我們來看一下 像我們的氣象局 在二月四號到二月五號 連續發生十四起地震的時候 接著到二月四號九點五十六分 晚上九點五十六分 發生了規模五點八地震 在二月六號我們的氣象局 就針對這樣的一個地震 用過去可能他們的一個評估的一個經驗 以及法則以及包括他們對於這方面專業的瞭解 我們認知是最大地震 也就是這樣 不太可能會發生更大地震 可是當二月六號發生了規模 這一次六點零的地震的時候呢 這代表了可能就前後說法 就似乎可能就有點套具 網路上的說法就打臉了 但是當然這個東西 真的很難去預測了 所以到第二天二月七號的時候 這氣象局的地震測爆中心 耐地主任陳國昌就說 這個九點五十六分 這規模五點八地震 跟二月六號十一點五十分 規模六點零地震是同一系列 但六點零才是主震 五點八是前震 整個系列有九起超過規模五 包括前震五個 余震四個 在臺灣地震史上 沒有碰過這樣的狀況 而且這是同一個位置 一九七二年以來最強的地震 不排除後續還有更大的地震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 這地震要做一個預測 還是蠻難的 是不是徐老師 我們知道你現在在做一個 地震的一個預測的一部分 您的一個預測 我們是先請導播放 看一下那個 好 您是針對國內所有的 地 斷層來做一個分析 針對他的地質的部分 所以來判斷 他的可能發生的一個機率 是嗎 這是跟觀眾來解釋一下 對 我想這次地震過了之後 很多人其實都在討論 這個地震預測這件事情 那麼其實大家也常常聽到學界會說 其實地震的預測 基本上非常非常困難 對 那麼這邊其實想要釐清一下 其實預測 所謂預測就是算很準的那一種 就是例如說 什麼時間 什麼地間 什麼地點 規模多大 這些都會講中的 對 那我其實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大家對氣象預報非常熟悉 那氣象預報 例如說颱風來的時候 那我們常常會說 這個颱風可能大約會在什麼樣子的時間 我們是來看一下 有一個時間段 您的研究 這個是大概的部分 全臺灣的斷層 是 我們請導播幫我們先下一張好不好 所以像您這邊 可能我們就看到更明顯的 像這條在東部 這條就是我們今天的米倫 東部那條主要是縱骨斷層 縱骨斷層 是 那另外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紅色 比較明顯 就是橫跨雲加南 對 這邊也都有主要的這個斷層系統 所以我們舉這個例子 像這的話就等於說 它的一個 您的研究看起來 我們用機率式來講的話 大家就會比較熟悉一點 例如我剛剛提到那個氣象 那大家都會講說 明天降雨機率 百萬之五十 我想應該不會有人說 我明天幾點幾分到幾點幾分 會下多少的雨 這個我想有人講出來 一定也是 大家也會覺得很奇怪 對 那所以像這個話 就是 所以我們如果說利用一些 過去的一些得到的一些知識 那個地址的一些得到的 各式各樣的一些資料 然後我們來評估 然後用他長期的一些運動的一些特徵 然後我們其實是可以算出 像這樣子的一些機率 機率 對 那這個機率的話 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這個機率 機率當然就我們說 其實這一次米倫斷層 我想我們之前其實也就有算過 他發生這個六 六級 就是規模六點四左右的這樣子的地震 他的機率其實是很高的 結果馬上就去年年底就做這樣的預測 但是很明顯就是馬上就出現 所以是蠻準的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那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看到一個百分之四十一 那這樣子的機率當然是算很大 但是這樣子我們到底是要怎麼樣去面對他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幫把這個機率提出來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搭配一些這種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這樣子的 就是所謂的臺灣地震模型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其實就是要套用我們過去 大家很熟悉的氣象預報的這樣子的觀念 是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未來可能會面對的一些 可能遇到的地震的這樣子的災害 他的機率是多少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您的這個地震模型之外 另外還有幾種 例如說是這個潮汐 可能潮汐就感受到是像 例如說有人說這個大地震的時候 又會有這海嘯 所以這也是一種可能性 地殼的變動 他利用在不同地點 他去看他GPS的變化 可能這邊移開了就知道地殼有一個移動 另外電離層的電子密度 這大概是最近可能比較流行 包括我們的福威五號的一個太空魔方 所以利用地面的 可能磁場或電場的變化 去看到空中的電子含量不同 地下水位也是一樣 看他的一個地殼的變動 可能造成不同 地磁變化 也是一樣利用磁場的變化 是 老師怎麼樣看說 這些的一個方向 是不是說可能未來臺灣是有能力 去做一個預測的 其實我覺得這些都是未來需要努力的方向 那我剛剛其實前面也提到說 畢竟我們對地震的觀測 他時間非常非常短 那地球歷史非常長 那我們真正開始觀測地震 這個東西大概也才幾十年 是 那我們其實現在最重要的工作 是必須要累積更多的資料 那然後在科學的架構之下 告訴我們說哪樣的資料 是符合這些科學的條件 最後是不是請邱老師看一下 如果說這些數據 剛才看到這些的研究方向 是不是有可能對未來的地震安全 是有幫助的 如果能夠準確地知道說 這個地方會有多大的地震 那就這個來設計房子 那當然是最好的 只是說因為地震的不確定性很高 對 那我們現在的耐震法規 其實他是經濟性跟安全性中間的拔河 對 只是說如果房子蓋得太安全 那也許大家都買不起 所以其實我們 目前當然就是在大家買得起的情況下 就是蓋 蓋出最好的房子 希望又買得起又安全的房子 所以這可能也是你們在做地震安全的 一個規劃希望去看 是 那可能未來的詩詩 那可能會不會有詩詩 那可能會有詩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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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事208 百姓迎春 狗來發 成語對對碰 比比看 誰的蚊子公立聲 四對明星夫妻檔 帶大家領略中華蚊子之美 一字千金 瑞雪兒萬望來 在盛情狂狂的《英國之歌聲》中 一起迎向春暖花開的季節 春暖花開迎新春 走進夕陽音樂的時光隧道 你的心中會想起那一首歌的學運樂 閃亮的年代 Yesterday Once More 新春看公事 狗藥龍馬